这绝对是地表最狠的男人 一个人毁掉山沟族 身中九九八十一刀 就只为完成自己的一个纹身 华山得知公文武藏杀了猎 激动了全头都攥出了血 立刻要求手下调查公文武藏的位置 今天不抓住这个家伙 怎么对得起自己背后的侠克力呢 公文武藏用刀又何妨 当年华山背后刚纹上侠克力的时候 张庭的人脸让华山很不爽 都觉得少了些什么 于是华山一人闯进山沟族 杀了当时第一大帮派的老大 此战刮山身中九九八十一刀 却能够像得如此惨烂 今天不知道公文能为自己增加多少伤痕呢 老大你对公文武藏应该有所了解吧 嗯公文武藏我知道啊 他不就是古装区里的武士吗 我记得电视里还有个什么叫做左左目的 哎呀回答正确呀老大 但光平这点了解还远远不够啊 他可是史上第一剑客 名副其实的万人斩呢 冷静点儿目 打不赢就去锻炼啊 而打不过去调查对手 那是懦夫的行为 他斩杀了厉害王 令日本政府谈之色变 无疑是个强者 知道这些就够了 如果再去调查更多的情报 那就是卑劣之举 不够光明磊落呀 你说的这些老大 你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才一直会追随着你 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 然而这次支持华山的还不止昏昏们 华山出动让全日本的警察感到敬畏 主动报告公文武藏的位置 又一场载入史册的终极战斗即将开始了 其实不用报告 公文早就感应到了华山的存在 哈哈哈哈 真是个有趣的时代呢 华山取下眼镜脱掉白套 直接摆出了招牌的战斗姿势 随着衣服的掉落 一副破碎的紫禁侠格力 展现在众人面前 霸气侧漏啊 警察竟然也跟着看热闹呢 公文看到华山的瞬间 眼睛都笑眯了 而华山看着公文 却在他的背后看到了一片黑暗 高不见顶 深不可测呀 难道这就是公文的实力吗 华山感觉自己 完全被限制在了公文的领域之中 仿佛随时会被吞噬 好不容易才从其中挣脱出来 而在公文的眼中 华山背后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不同于战牙背后的无边美食 也不同于勇次郎背后的通天黄金 公文想不明白 为什么华山背后会是一片洁白 公文武藏与华山军的对决正式开始 可在这关键的时刻 公文却愣住了 华山军这个姿势 可以说是毫无防御 空门大开 结合背后的白光 难道他已经到了虚无之境吗 不对 华山的年纪还很远 到不到那个境界 就在公文武藏思考之际 华山已经准备出击 神体扭转下沉 优拳开始蓄力 到这时 公文终于明白了 原来华山背后的白色 就是他的意志 一尘不染的白 那么夺目的光辉 让公文难以睁眼 最后干脆闭上 接受这纯洁的洗礼 呼呼呼 变成了光 公文站在原地没有反抗 硬接了华山的一拳 接着便急速倒飞了出去 翻滚 不停的翻滚 最后终于倒下了 华山这一拳 直接将公文武藏 一拳就干嗝屁了吗 承载信念的拳头 真是不输刀啊 华山吹了吹 还在猫眼的拳头 关不来到公文面前 如同小鸡一般将其临起 怎么样兄弟 还要继续吗 公文听后笑了 有意思 居然会主动询问 对方的意见 这也太耿直了吧 既然公文并没有认输 华山再次蓄力 拒拳出击 好有筋 命中了吗 不 并没有 公文竟然在瞬间 拔出了小刀 华山的这一拳 直接轰在了刀上 快看 刀切你拳头离去了 可即便如此 华山的表情 仍没有任何变化 当那是公文 开始浑身颤抖 没 没想到 拳头被我斩中 还能对我的内脏 造成如此伤害 不过你的手 看来也废了 我要赢了 公文还没来几美 华山的拳拳 却再次袭来 啊 不可能 为什么力量 还是这么强 这个时代 为什么还存在着 这么有种的男人 我去 这是魔鬼 可以进入人吗 夹着吧 再拍戏吧 哈哈哈哈 爽 你的强大 让我很开心 公文武藏 腾那下跪了起来 华山一看 还能动准备再来一拳 小刀妈那少年 我武藏 不战无名之辈 报上你的名字来 妈的 趁这个机会回口喜人 嗯 说的是 突然揍你一顿 非常抱歉 本人姓华山 单名一个勋子 我和你无怨无仇 但为了个意思 只能委屈你 跟我走一趟了 那如果我拒绝呢 那个傻子 自爆家门 给我恢复的机会 如今我满血了 你就等死吧 你知道 当能够一刀 斩动公牛的武士 全力砍在人身上 会有怎样的后果吗 华山用拳头迎起 弓门武藏的斩杀 短刀牵进了 华山的拳头中 又高又硬 臣爷们 这是公文党子里 第一时间产生的想法 这个铁拳小伙子 值得自己全力拔倒 无名一冲 谁与争锋 一地横穿 狭克力的血砍 披在了华山的背上 要知道 在战国时代 公文这样的斩计 可是轻松能将 一头成年公牛 一分为二的 可转头再看华山 好家伙 只是背后处理到血痕 一根骨头都没有断裂 真是比牛还强装的身体啊 公文反以为 这一伤会让华山发怒 却没想到 华山竟面不改色的 要把刀还给公文 不好意思 这玩意儿没用 哼 丢了的刀 岂有药回来一说 眼看公文拒绝 华山就自己拔了出来 猛了一把 将刀丢给了公文 当然 这种疾天速度 在公文眼里不够二 既然 你非要归还 那 我就收下吧 此刻 华山脚下不断滴落先驱 刚才被公文 披中了背部的一刀 华山也不好受吧 只是挑战片刻 华山被拳头一吹 再次蓄力准备发飙 公文武藏直到 华山拥有着可怕的武器 绝不能再承受 华山的铁拳了 就在拳头 距离公文下巴 还有0.01米的时候 公文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便出现在了 华山的背后 八刀 三罗万象斩 左右横斜 一秒四刀 公文瞬间 变在华山的背上 留下了四刀斩击 顿时鲜血狂奔的 华山背后呢 本就猙獰了紫金下个力 此时又多了几分凶狠 我的天哪 不要砍了 这也太刺激了 马蛋 好疼啊 有意思 在我漫长的武刀生涯中 你还是第一次 被我斩周后喊疼的 因为其他人 在感受到疼痛之前 就已经断气了 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 想感受到疼痛 都是在做梦 真是让我 止不住的想夸你啊 混蛋 这时华山滑缓走向公文 靠近后伸出了手 没错 华山要和公文比拼万利 两个沙宝拉的手掌交叉 公文就纳闷了 这是现在流行的比拼方式吗 之前他和皮可也这样试过 你没了大叔 那你怎么没的 公文就纳闷了 华山突然发力 冲了公文全身颤抖 还没完呢 说吧 华山的另一手 突然出击 按在了公文的脸上 我说过了 你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世界上 原来只有弱者 才需要锻炼 以强者之姿 再生于世的华山 在出生的那一刻 便明白了 自己拥有着强大的实力 人生如此 不应该贪得无厌 强者应以锻炼为耻 难道说 狮子会锻炼吗 别说锻炼 连防御都应该感到羞愧 强者靠天生的实力 就足够了 直立轰的一声 弓板直接被按在了地上 虽说华山的左手 被刀劈开了 但现在捏爆个弓板 也是毫无压力 好强啊 纹身居然打败了带刀的 弓板冷汗直冒 小一带剑豪 竟然差点栽在 这个小屁孩手里 华山真爱一带添娇啊 但可惜 可惜啊 弓板碰了一声巨强 交战处发生了 剧烈的爆炸 那你 怎么会有炸药啊 烟雾缓缓散去 两人还保持着 刚才的姿势 但不知何时 弓板的手已经移到了腰间 华山啊 你死定了 弓板瞬间拔刀 站在了华山的侧腹 真可惜啊 你是难得的战士 胜负一分 你可以下去赔 猎害王了 然而弓板自行回头 望向华山 想象中的雪崩并没出现 哦 不错啊 小子 事先裹上了白布 如果你没裹的话 内脏怕已经是流了一地了 我的天哪 不要打了 出人命啊 可没想到华山会强忍着上势 再次站起 还要继续吗 小子 是啊 胜负已奔 快收手吧 阿勋 华山没有理会 转身向小弟伸手 药来了 早已准备好了一卷白布 在华山的腰间 一圈又一圈地缠绕 依靠着这层层白布 华山续住了命 来吧 再战三百回合 这种要求 公奔自是没意见 等等 先补点水吧 没想到 任牙也来到了战斗现场 但显然 他并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继续走来吧 华山兄 虽然有点懵 但对于任牙的信任 华山还是照做了 只见任牙在屁股后面 鼓球半天 竟然掏出了一瓶白酒 就用这个加固一下吧 任牙将一口酒 喷洒在华山身上 顿时酒气弥漫 呸呸呸 好辣呀 相比被你喷 我倒是更想喝两口 我说 你们两个 还要打情骂叫到什么时候 真是让人嫉妒啊 少年们 华山 公奔的状态不是很好 就在下一季 结束战斗吧 走 已经陷入绝境 但还保持着佛系的眼神 华山 你的信念 已经超过了敌意 看来快结束了 让我们 默默地等待着结果吧